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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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蔡奇代表党中央发表了题为 奋力书写我国工人阶级 投身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壮丽篇章的致词 向大会召开表示热烈祝贺 向全国广大职工和工会干部致以诚挚问候 蔡奇在致词中说 党的十八大以来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 我国工人阶级紧团结在党的周围 永担重任拼搏实干 为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 发生历史性变革做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工会十七大以来 各级工会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加强党的建设 深化改革创新 强化职工思想政治引领 推进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 履行维权服务职责 构建和谐劳动关系 动员广大职工 积极建工新时代 同全国人民同步迈上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蔡奇表示 党的二十大确立了 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 民族复兴伟业的中心任务 党的中心任务就是中国工人运动和工会工作的主题和方向 工人阶级要以忠诚可靠 更续工人阶级政治本色 以劳动创造担当工人阶级使命任务 以过硬本领展现工人阶级时代风采 以团结奋斗弘扬工人阶级崇高品格 各级工会要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工人阶级和工会工作的重要论述 忠诚党的事业结成服务职工 始终坚持正确政治方向 广泛凝聚团结奋斗伪力 切实提高维权服务质量 有效发挥桥梁纽带作用 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地见效 奋力谱写党的工运事业展新篇章 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阿东 中央军委委员 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苗华 先后代表人民团体和解放军武警部队 向大会致贺词 王东明代表中华全国总工会 第十七届执行委员会 做了题为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组织动员亿万职工 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团结奋斗的报告 报告分为三个部分 新时代我国工运事业的发展和过去五年的工作 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统领工会工作 今后五年的主要工作 大会以书面报告的形式向代表提交了中国工会章程修正案 中华全国总工会第十七届执行委员会财务工作报告 中华全国总工会第十七届经费审查委员会工作报告 请代表审议 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 全国人大常委会 国务院 全国政协 中央军委 有关领导同志 出席会议 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 各人民团体 军队有关单位 和北京市负责同志 各民主党派中央 全国工商联负责人 和五党派人士代表 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工会界的朋友 首都各界职工代表等参加开幕式 10月9号下午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 会见美国国会参议院多数党领袖 舒默率领的美国国会参议院两党代表团 习近平指出 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 中美两国如何相处 决定人类的前途和命运 竞争对抗不符合时代潮流 更解决不了本国自身的问题 和世界面临的挑战 中方始终认为 中美共同利益远远大于分歧 中美各自取得成功 对彼此是机遇而非挑战 休息底德陷阱并非必然 宽广的地球完全融得下 中美各自发展 共同繁荣 中美两国经济深度融合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可以从对方的发展中获益 全球疫后复苏 应对气候变化 解决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 都需要中美协调和合作 中美作为两个大国 应展现大国的胸怀 视野和担当 本着对历史 对人民 对世界负责的态度 处理好中美关系 相互尊重 和平共处 合作共赢 增进两国人民福祉 促进人类社会进步 为世界和平发展 做出贡献 习近平指出 中华文明绵延不断五千多年 始终坚持与时俱进 兼收并续 合作交流的和平理念 中国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 和社会长期稳定 两大奇迹 历史性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根本原因是 找到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 符合人民期待 得到人民支持拥护的 成功发展道路 中国将继续坚持 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坚持和平发展不动摇 同世界各国一道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欢迎更多美国国会议员访华 更好地理解中国的过去 现在和未来 希望两国立法机构 多来往 多对话 多交流 增进彼此相互了解 为推动中美关系 稳下来 好起来 做出积极贡献 舒默等表示 很高兴访问美丽的中国 感谢中方热情接待 使我们通过此行 感受到中国发展的活力和潜力 舒默等介绍了 对中美关系有关问题的看法和意见 表示美中关系稳定发展 不仅对美中两国至关重要 也事关世界和平与发展 中国发展繁荣有利于美国人民 美方不寻求同中国发生冲突 不希望同中国脱钩 愿同中方本着开放坦诚 相互尊重的精神 加强对话沟通 负责任地管控两国关系 推动美中关系稳定发展 美方期待同中方 加强双边贸易投资合作 就应对气候变化 打击毒品贩卖 解决地区冲突等问题 加强沟通合作 王毅参加会见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 做出重要指示指出 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坚定文化自信 秉持开放包容 坚持守正创新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提供坚强思想保证 强大精神力量 有利文化条件 总书记的重要指示 在宣传思想文化战线 引发热烈反响 大家表示 这次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 最重要的成果 是首次提出习近平文化思想 一定要紧紧围绕 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 深入落实党的二十大的战略部署 在建设中华民族 现代文明的奋斗和实践中 展现新气象新作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党的十八大以来 党中央从全局和战略高度 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 做出系统谋划和部署 推动新时代宣传思想文化事业 取得历史性成就 意识形态领域形式 发生全局性根本性转变 全党全国各族人民 文化自信明显增强 精神面貌更加奋发昂扬 宣传思想文化战线的 广大同志一致认为 党的十八大以来 宣传思想文化工作 之所以取得历史性成就 最根本就在于 有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 丰富和发展了 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 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 从战略和权举高度 深刻阐述了 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 重要地位作用 强调宣传思想文化工作 事关党的前途命运 事关国家常治久安 事关民族邻居力和向心力 是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 这次会议取得的最重要成果 就是首次提出了 习近平文化思想 为新时代新真诚 宣传思想文化工作 提供了科学行动指南 这一重要思想 总结了新时代 党领导文化建设的实践经验 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所巩固的文化主体性 彰显了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经验 和中华文明发展规律 为我们在新的历史起点上 继续推动文化繁荣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布画了宏伟蓝图 指明了奋斗方向 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 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 紧跟党的理论创新步伐 深入学习研究阐释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学内涵 构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 立时代朝头 发思想先声 立足中国实际 服务新时代的伟大实践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新时代新征程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进入关键时期 宣传思想文化工作 面临新形式新任务 必须要有新气象新作为 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聚焦用党的创新理论 武装全党 教育人民 这个首要政治任务 围绕在新的历史起点上 继续推动文化繁荣 建设文化强国 建设中华民族 现代文明 这一新的文化使命 坚定文化自信 秉持开放包容 坚持守正创新 习近平文化思想 是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片 既有文化理论观点上的 创新和突破 又有文化布局上的 部署要求 为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 做好新时代 新征程 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工作 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 和科学行动指南 习近平文化思想 深刻彰显了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时代化历史经验 和中华文明发展规律 体现了民体达用 体用贯通的科学方法 体现了我们党 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 推进文化创新的高度自觉 我们要持续加强 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 学习 研究 阐释 坚定历史自信和文化自信 以新的文化使命 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习近平文化思想 充分确立起中华文化的主体性 其重大原创性贡献 一方面是在两个结合的基础上 打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与五千年连绵不断的中华文明的关系 另一方面将党的宣传思想 文化 舆论和意识形态等各个领域的工作 融汇贯通 融为一体 是一个以我为主的从容自信的文化格局呈现了出来 广大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者认为 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七个着力的要求 切实扛起责任 以钉钉子精神 把各项任务要求落到实处 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 转化成为新时代新征程上文化建设 更加丰富的实践成果 互联网是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重要阵地 我们将按照七个着力的要求 坚持党管互联网 坚持正能量是总要求 管得住是硬道理 用得好是真本事 巩固壮大网上主流思想舆论 构建网上网下同心源 我们要围绕回答教育强国建设核心课题 全面加强党的领导 坚持不懈用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宁心驻魂 不断巩固教育系统 施生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为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 贡献力量 我们要在新时代贯彻落实习近平文化思想 更续历史文脉 推进文化两创 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 坚定文化自信 秉持开放包容 坚持守正创新 让思想之光照亮中国是现代化 前行之路 中华文化之所以精彩分成 博大精深 就在于它坚收并蓄的开放包容特性 我们要将习近平文化思想 融入到日常的教学科研之中 培养有全球事业 中国情怀 敢讲 能讲 善讲中国故事的动量之才 努力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 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 提供坚强思想保证 强大精神力量 有利文化条件 本台消息 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社论 题目是 共创亚洲和平团结包容的美好未来 热烈祝贺第十九届亚洲运动会 必误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国务院总理李强 10月7号至9号在浙江调研 他强调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数字经济发展和新型工业化的重要指示精神 落实全国新型工业化推进大会部署 从战略全局高度 做强 做优 做大 数字经济 在加快数字化转型中 赋能经济社会发展 塑造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新优势 李强首先来到海康威视公司 查看物联感知 人工智能等技术产品 以及数字化赋能情况 指出数字经济发展前景十分广阔 要努力突破关键核心技术 发挥龙头企业带动作用 促进中小企业共同发展 在前堂区企业综合服务中心 李强听取浙江政务服务增值化改革情况 与前来办事的企业人员和中心工作人员交流 李强强调 要从企业需求出发 持续优化政务服务 调动社会资源 做好增值服务文章 不断提升企业和群众获得感 李强考察了杭州城西科创大走廊 在浙江强脑科技公司 查看脑机接口产品演示 李强指出 这些产品的造福渔民 更加彰显了科技创新的意义和价值 希望企业进一步加强产品研发应用 更好地为人民生命健康服务 在广利微电子公司 李强听取浙江集成电路产业发展情况汇报 了解公司技术研发情况 李强强调 要坚持科技自立自强 推进集成电路全产业链发展 提高自主可控水平 调研中 李强主持召开座谈会 听取浙江有关部门和部分企业负责人发言 李强指出 要大力推进数字科技创新突破 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 聚焦战略前沿 培育数字产业集群 努力在数字经济新赛道争先领跑 加快网络 算力 应用基础设施建设 持续提升平台经济国际竞争力 增强数字经济发展基础支撑能力 李强强调 数字化浪潮也是一种变革性力量 必须大力推进数字化转型 为经济社会发展全方位赋能 当前 特别是要以数字化转型推进新型工业化 突出重点领域 大力推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 突出关键变量 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创新应用 李强充分肯定浙江经济社会发展成就 希望浙江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在浙江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 持续推动八八战略走深走实 在数字化转型上 勇当先锋 走在前列 推动各项工作不断迈上新台阶 吴正龙陪同调研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 9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美国国会参议院 多数党领袖舒默率领的 美国国会参议院两党代表团 赵乐际表示 中美关系对两国对世界都很重要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相互尊重 和平共处 合作共赢三原则 是发展中美关系的根本遵循 希望美方同中方共同努力 多做增进了解互信与互利合作的事情 增加正能量 消除负面因素 推动中美关系重回健康稳定轨道 造福两国汇集世界 赵乐际强调 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美国国会加强交往 坚持理性客观公正原则进行沟通交流 求同存异 促进合作 为推动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发挥建设性作用 舒默等表示 美方不寻求同中方冲突 愿就双方关心的重大问题 同中方开展坦率交流 民族要复兴 乡村必振兴 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 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 举全党全社会之力推动乡村振兴 促进农业高智高效 乡村一居一夜 农民富裕富足 新闻联播今天推出系列报道 乡村行看振兴 带您走进全国各地的美丽乡村 见证在振兴路上加速前行的乡村巨变 今天首先来看各地立足资源秉赋 探索特色产业发展之路 金秋时节 陕西延安漫山遍野的苹果树丰收在即 这里气候条件适宜 当地大力发展苹果产业 依靠科技种植 分级分选 冷链仓储 数字融合 深加工等方式 不断延伸全产业链 提升产品附加值 推动苹果产业改造升级 如今 苹果已成为延安的第一优势特色产业 苹果收入占到农民经营性收入的61% 我们关系年比年好 买车呀 买房呀 小学呀 都够着苹果树 是在国家和国 发展特色产业 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 在安徽陆安固镇 当地利用新罗密布的艳塘养鹅 发展鹅肉 鹅绒和羽毛加工 构建起一条数十亿元产值的综合产业链 在甘肅林下 智能温室里种出来的鲜花 不到48小时就能抵达北上广各地的花店 成为助力乡村振兴的甜蜜产业 在新疆和田吉亚乡 爱德莱斯丝绸产业出具规模 当地采取合作社加农户模式 带动乡亲们将传统手艺变成精美商品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各地还围绕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积极失策 这几天 广州邓山村正在举办乌兰文化节 游客在这里不仅能够体验民俗 品尝美味 还能够感受到独特的乌兰文化 福州关中村打造的观光生态型渔业基地 已经扩大到100多亩 养殖户户均增收10万元以上 截至目前 全国已建设180个优势特色乡村产业集群 全产业链产值超过4.6万亿元 辐射带动1000多万户农民 海南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战略支点 十年来 海南积极融入共建一带一路 推动一带一路建设 与自由贸易港建设有机联动 新起点上 海南如何推动行程 更大范围 更宽领域 更深层次的对外开放格局 今天的共建一带一路权威访谈 来看总台记者对海南省委常委 常务副省长巴特尔的专访 海南是我国面向太平洋和印度洋的重要对外开放门户 抓住自由贸易港建设的契机 海南不断推动互联互通 截至今年9月 海南已开通57条集装箱搬轮航线 依托保税航游 航权开放等政策效应 指导海南的国际航线航班持续增多加密 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和自由贸易港建设的战略联动 使海南发展的重大机遇和职责使命 海南深化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 构建起以洋浦为中心 辐射太平洋 印度洋等海上航线网络股价 覆盖欧洲 东北亚 东南亚 中亚等的 4小时 8小时的飞行经济圈 随着自贸港政策红利持续释放 海南积极吸引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伙伴 走进来 支持本土企业走出去 目前 海南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 已缩短到仅剩27项 今年1至8月 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 在海南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同比增长24.12% 海南新增境外投资备案项目49个 实际投资金额逐年递增 海南全力以赴推动落实 零关税 低税率 减税制 和无自由便利以安全有序流动 为主要特征的自由贸易港政策制度体系 不断提高与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伙伴的 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 有效地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 两种资源的联动效应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 海南正着力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和自贸港建设的战略联动 形成更大范围 更宽领域 更深层次的对外开放格局 奋力打造西部陆海新通道国际航运枢纽 和面向太平洋 印度洋的区域性国际航空枢纽 进一步提升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签证便利化水平 不断深化人文经贸交流 下一步 海南对标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 稳步推动规则 规制 管理 标准等制度性开放 不断地扩大与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伙伴 特别是东南亚国家的合作 在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重要战略支点上迈出更加坚实的步伐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 9月份中国大宗商品指数为103.6% 较上月上升0.9个百分点 指数连续两个月环比上升 升至2020年8月份以来的最高点 在政策组合权不断落地 和传统旺季需求释放的共同影响下 国内大宗商品市场稳中向好的特点 进一步显现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六部门日前联合印发 算力基础设施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 到2025年 我国智能算力占比将达到35% 东西部算力平衡协调发展 先进存储容量占比达到30%以上 打造一批算力新业务 新模式 新业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一带一路媒体新一轮合作启动仪式 今天在京举行 总台和相关部委负责人 以及多国驻华使节 媒体行业代表 还共同启动总台精品节目 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展播活动 并发布总台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媒体 促进文明互建联合倡议 据巴勒斯坦卫生部门9号发布的消息 乙军空袭等行动 已经导致508名巴勒斯坦人死亡 超2800人受伤 以色列媒体称 巴武装人员袭击 造成乙方700多人死亡 2300多人受伤 此轮空袭已经导致 大量加沙民众流离失所 乙军空袭了这里 数十栋办公楼和住宅楼 救护车 以及隶属于巴勒斯坦卫生部的一家医院 也成为空袭目标 根据乙方消息 乙军战机已在加沙地带 摧毁了约800个目标 据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发布的消息 目前有至少7万名巴勒斯坦人 在该机构开设于当地 64所学校的庇护所避难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 哈马斯下属武装派别 卡桑旅发言人8号表示 当晚 卡桑旅向位于特拉维夫的 本古里安国际机场 和以色列南部城市阿什凯隆 发射火箭弹 以色列军方今天称 哈马斯成员仍在从加沙进入以色列 以军在靠近加沙的7到8个地点 与巴武装人员交火 此前以色列安全内阁于7号晚 批准以色列进入战争状态 并于今天向以色列议会提交相关文件 美国防长奥斯汀8号称 部署福特号航母战斗群 向地中海东部移动 并加强美空军在该地区的力量 对此 哈马斯发言人卡西姆 当天谴责美国参与 对巴勒斯坦人民的侵略 联合管理会8号就巴以局势 举行紧急磋商 中国代表呼吁有关各方保持克制 避免冲突局势进一步升级 中方强调 国际社会和当事方 必须以最大的紧迫感 为推进两国方案做出切实努力 阿富汗赫拉特省灾难管理部门 负责人8号表示 该国西北部7号发生的地震 已经导致2445人死亡 伤亡人数可能进一步上升 地震导致赫拉特 巴德吉斯 与法拉三个省大量房屋损毁 由于缺乏救援设备 搜救进度受到影响 目前 来自阿富汗政府部门 以及国际组织的救援物资 正在陆续运往灾区 但因连年战乱 阿富汗公路损毁严重 救援力量进入灾区 面临一定困难 下面来看两条国际快讯 俄罗斯国防部8号称 俄军在库匹杨斯克 洪利曼 顿涅斯克等方向摧毁 美制牵引式榴弹炮 M777火炮系统 拦截乌军原点U导弹 以及改装为攻击型的 S-200防空导弹 击毁和压制乌军无人机 同一天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称 前线地区发生33次战斗 乌军在多方向击退俄军进攻 并对巴赫木特方向发起进攻 8号 美国夏威夷州毛衣岛大火 已过去两个月 据美国媒体当天报道 美国环境保护署第一阶段清理工作 完成了约70% 仍有部分火灾留下的有害物质未被清理 大火使当地支柱产业旅游业 遭受致命冲击 目前 灾区部分旅游设施 开始重新接待游客 但是毛衣岛酒店行业协会的调查显示 游客很少 预计旅游业复苏速度会非常慢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感谢您收看 再见 再见 再见